2014年北美地區台灣傳統州 今年由台灣僑務委員會、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教育部、體育處、 交通部、觀光局等台灣相關的部會 共同組派藝民團體、台灣體育運動大學文化藝術訪問團 去支援2014年北美地區的台灣傳統州活動 活動印象台灣是在5月16日洛杉磯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推出 這是由台灣體育大學文化訪問團精彩演出的舞蹈勝會 此次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文化藝術訪問團 特以台灣印象為訪演主題 呈現包括台灣客家及原住民特色之多元文化 並融合台灣傳統及當代元素呈現美麗台灣印象 展現中華傳統藝術與台灣新生力量兼容並促的文化內涵 每一年都有一個特別的日子是慶祝台灣傳統州 那麼這次我們在這個台灣傳統州特別邀請了 由台灣來的國立台灣體育教育大學 他們這個學校非常非常的棒 那學生都是專業的演員 帶來一場非常精彩的民族舞蹈 但是非常有當代風味的演出 來這裡慶祝全美國都在慶祝的亞裔 特別的一個慶祝亞裔的週末 這個節日 那今天晚上我們有瞧見許許多多的朋友 當然也有美國的官方的代表 來向他們道賀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能夠讓我們在這裡的僑民 不管從哪裡來的 看到我們年輕的一代 對藝術的執著 以及對藝術的投入以後 有這麼好的作品 讓我們來欣賞 謝謝 天下維視記者孟子文 大以恆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